年轻人真的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来带动影响力 慈青也透过网路打卡按赞 邀请大家一起用双手守护地球 在中部地区 慈青同学加上了慈济志工 总共有800多人 大家聚在台中市政府的广场 透过活动宣导推广五审 这五审包括了省水省电 省油 省时 还要省钱 爱地球 小志工用手语表演呈现 超细精 慈青同学则是走出校园宣导 邀请大家透过网路打卡按赞分享 你按赞的过程 然后就会显示出来 大家知道原来今天有人在做环保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开始行动 用行动支持环保 慈青同学推广五审运动 台中市政府大力响应 将象征省水省电省油省时和省钱的小手 贴在大大的圆球上 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一起守护地球 插头可以就是把它 不用的话就可以把它拔掉 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就把灯都全部关掉 也可以达到省电的效果 不同教育公司 有不同的宣导环保的方法 那我们就是算是一种互相交流 现场还有环保闯关游戏 环保DIY 让更多人认识环保 落实生活 大爱新闻黄子林杨俊廷 台中报道